在工作期間發生意外 導致小腿截肢的王小姐 因為行動不便無法出門 除了復健 平時就是在家畫畫 抒發心情 甚至有在臉書上對外接案 但她也PO出了一篇 說謊舌頭會被閻羅剪掉的文章 並且附上了她和別人的對話 指控工廠的老闆在新聞上說 幫她付了幾十萬的費用 是在說謊 在調解會上的時候 她跟調解委員講說 我的吃用他們持續都有在給我 可是那個是我的薪水日資 怎麼能算是他們給我 王小姐說後續的醫療費用 還有抑制費 應該都是由保險給付的 公司不應該把這個錢 算在賠償金額內 自己從頭到尾也只拿到一萬塊 王小姐強調自己的腿是在工作時 被機器捲入 因此截肢 公司應該要負責 但對方不但只給了一萬塊 還對她說只是截肢而已 裝一隻就能走 甚至在協調會上 只願意賠償十萬元 才會讓她很不滿 高雄勞工局表示 勞動部已經連續裁罰業者 共六十萬元 對於王小姐指控 業者下午也正式道歉 強調當時講截之不嚴重 只是想要鼓勵她 而未來王小姐如果願意回到工廠工作 將會保障她的工作權 直到六十五歲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我是陳雅玲 想要跟我一起叢林掌握天下是嗎 趕緊按下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的訂閱按鈕 開啟小鈴鐺 跟我一起探討公共議題 給您最專業的華視新聞